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呢 是VAG裡面的Chicoda Rapid 這台算是比較小型的Vagon車款 引擎的話呢是1.4升渦輪引擎 然後它的懸吊系統呢還蠻多VAG的小車 它的前面的懸吊系統呢是麥花層 後面的話呢是扭力量的 就是拖一臂扭力量的系統 那它的後面的上座需要沿用 前面的話呢它是原廠就沒有上座的設計 它的鋁圈還有輪胎呢已經升級17吋 215,45,17吋 離載串的話呢我們也需要改成短一點的離載串規格 它的後面上座呢需要沿用 這個是原廠的後面的上座在這裡 所以後面的阻尼調整呢我們設計是在上座的下方 從這個地方呢就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後面的彈簧的話配置的是210厚4公斤的彈簧 它的車高預計降低大概剩下一指半左右 就一指半 原廠的後面大概是四指骨 前面的話大概三指多 那預計降到前後都一指半左右 它的後面的筒聲呢是比較細的 上部的阻尼調整呢從這個地方 順時針的話它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來做軟硬的調整 那這個系的筒心呢我們有設計專用的防塵套 是這台車所專用的骨格 它的密合度很好 防塵效果比較好 車高的調整呢 因為這台車大部分的車款呢 我們Hilo Kit的設計呢都是在上方 這台車呢是設計在下方 這裡 從這個地方呢做阻尼的調整 做軟硬的那個做側高的調整 不好意思 是做側高的調整 那孔身的長短呢 它只是在做行程的調整而已 所以側高的調整的話呢 是從彈簧下方的Hilo Kit來做調整 從這個地方 那調整完畢之後呢 它的Hilo Kit有兩個銀色的托盤要對鎖 筒身的話呢 有一個齒輪狀環狀的托盤 這個也得要鎖緊 但後面的鎖緊的棒數呢不用很高 因為後面的筒身呢 它其實作動的話呢就只有上下而已 但前面就不一樣了齁 像麥花城的前面的托盤呢就一定要鎖緊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的齁 啊前面的上座呢 呃 跟Polo MK5代的 或者是Fafia 都是這樣的設計齁 它的上座呢 是一個 呃 一個橡皮的設計 然後下方的話有一個軸枕 主尼的話呢 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但它的這裡有一個飾板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呃 裝好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建議 技師齁 在裡面呢 我們會做一個防水塞 然後裡面呢 需要做一點防鏽的工作 避免它這裡會有積水 會有生鏽的狀況 啊 車友也有多改了一個外部的濾芯 這個其實都是已經模組化了齁 都有固定的主張可以購買加裝 那這顆是VH車系裡面 1.4升的渦輪引擎 配上DSG的DQ200 7速乾式齁 所以節能效果也是非常好 那它的動力損耗的話呢 就會保持的比較好 不會像CVT消耗比較多的動力 好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阻尼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樣的結構設計呢 一些小車 譬如說SWIFT FIT 還有YARIS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它上座呢 並沒有上座的設計 就只有一個軸層還有橡皮 好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呢 剛剛有提到過了 需要改短一點的離載串 KT就有付 不用再另外加價購買 那上部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這台車配置的是 200桑 6公斤的彈簧 那它的角座 是靠統身可調來改變車高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差不多的 那主尼友用的是 意大利IP的主尼友 油封的話呢 所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剛剛提到過的 它這個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它的統身作動呢 不只是上下 還要負責轉動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呢 它鎖緊的力道呢 就要比後面還要來的大一點點 這台是1.4渦輪的 所以它的傳動軸呢 也比一般的日系車還要來的出 好 OK好 那這些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的部分呢 這些的話呢 我們就都跟原廠一樣 不用再用束線帶 用危險的方式去固定 我們就直接有做一個 可以對應的固定座 這個就跟原廠固定位置是一樣的 這個底盤架構的話 Fabia還有Polo也都是這樣的懸吊系統 那它右邊的話呢 在拆裝的時候會比較麻煩一些 需要把傳動軸的這一顆螺絲呢 螺帽把它拆掉 才比較好把整支邊卸下來 那左前的話就比較單純一點點 那還有車有很多會改裝的 應該是前面的這一次 那個前面下方的防晴桿 改出的話 對整體操控的話 也都有正面的幫助 這個還有那個 剎車的試蓋 看起來會比較霸氣一點點 那這個是 車頭的部分 Rapid的車頭部分 紅色的比較少見 這台的市場 我常常把它會跟Fabia的Combi 市場有點小小重疊 但這台動力會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好 現在師傅呢 在做前面防鏽的工作 塞上防水塞之後呢 會把我們的阻尼調整機構 把它放上去 這個車頭也還蠻霸氣的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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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順時針呢 它就變硬 逆時針變軟 KT的話呢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做調整 今天的話 因為SF5000的胎呢 所以我們把它的阻尼 設定大概在中間值 15段15段左右 已經安裝到差不多了齁 它的屁股也很漂亮齁 好的 以上是今天 Shikota Rapid的安裝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呢 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